长荣航空与台北县政府共同规划的婉转新北章案 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虎的五行概念设计了六大游城 柳镇之旅带我们来到黄金山城瑞芳 山海角碟的景色是其最大特色 黄金博物馆展现荒叶仪式及自然景观 管理还有重达220公斤的大金砖 九份因电影《悲情城市》而闻名 至今仍吸引众多游客到此巡游房谷 每年元宵时的平息天灯节 是六镜之旅不可做过的活动 平临正产茶叶到茶叶博物馆可了解饮茶文化及制茶过程 深坑保存了数十栋古厕 其中以永安居最具代表性 台北线沿海沙滩沿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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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 有黄冠海岸之称 羽王头则是黄冠上最耀眼的珍珠 倒淡水可以在鱼人码头达成渡轮 小巴里可以沿沿沿沿沿河 欣赏河畔风光 火猫城见证了台湾沧桑的殖民室 地盘是情侣们约会的首选圣地 烂车 开车 瀑布 樱花是屋来最为著名的观光特色 看完美景来泡个美人汤吧 还有美白的效果呢 屋来是原住民泰亚族的故乡 美人祖林记忆是最重要的庆典活动 赤火之旅带我们来到都会区的板桥 永和及中和 永和的乐华夜市 板桥的南亚夜市是涛客地道的景点 三峡老街是台湾少数保存完整的巴洛克建筑区 英哥陶瓷博物馆除了展示陶瓷艺品外 还可体验陶瓷DIY的乐趣 台北县行酒交错气象万千 欢迎来台北县体验它的多元面貌与无限魅力